没结婚之前 我就听闻婆婆 在公共的宠爱下 如同公主一般 她常年没曾踏入职场 家中所事也从不需她插手 每月的美容保养必不可少 珠宝首饰也能装满一箱 但我外面没想到 她会如此理所道然地 想要拿走我的婚戒 我在桌下轻轻踢了章鱼一脚 希望她能出面调停 章鱼这才抬眼 轻描淡写地说了句 妈 别这样 虽然对章鱼的态度感到失望 但念及她是她的母亲 我选择暂时忍让 然而 心中的芥蒂却难以消除 晚餐时 我依旧沉默不语 脸色并不好看 老公 你看看 我的手都被她抓好痛呢 芥蒂那装腔做事的撒娇声在我耳拍响起 木火中烧的我猛得一拍桌子 筷子随之跳起 妈 您这样说 难道还是我错了 芥蒂似乎被我吓到 泪光闪烁 迅速躲进公公的怀里 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如此搅柔造作的半可怜 简直让我作呕 好了好了 别难过 宝贝 公公先安慰了婆婆几句 又转向我 带着歉意说 芸苑 真的不好意思 你妈被我宠得有些任性 说话不经大脑 但她真的没有恶意 我简直要被气笑 难道这一切都成了我的不是 我狠狠地拍了拍一旁 目不作声的张雨 她终于放下满块 拉着我进了房间 全程没说一句话 张雨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你妈做得不对 你却在这里装孝子 我扬声去问张雨 有意让能迈的公婆听见 媳妇 你听我说 张雨依旧一副老神在在 万事不及的样子 她拉过我坐下 我妈这人你也知道 她被我爸宠了这么多年 就跟得小孩似的 你大人有大量 别跟她计较 我听完直接火气拉满 甩胎她的手 她都把我们结婚戒指抓下来戴 自己手上了 我还不计较 张雨一见我真的上火了 立马拍着胸脯保证到 媳妇 我肯定是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的 你放心 我一定说说我妈 保证不让媳妇受委屈 这还差不多 你最好说到做到 管好你妈 我瞪了张雨一眼 没好气到 没过两天 图国突然开始 显摆她的蓝宝石项链 和金镯子 哎哟 我发现碎钻是不值钱哦 你看 还是这种大的宝石 更衬我 一开始 我还没有注意 她仔细摆弄的项链 手腕上的金镯子 在日光灯底下亮的刺眼 我这才发现 项链和镯子 居然是我妈给我的陪价 妈 这蓝宝石项链和镯子 你哪里来的 我强忍地怒火 一字一句问道 她翻了的白眼 轻飘飘地来了一句 你管我哪里来的 说完就不再理我 拿起手机 开始360度自拍 接着跟她的小姐妹炫耀 哎呀 咱们这个年纪啊 就应该戴蓝宝石 你看显得多有气质 我深吸了一口气 冲回房间里 我结婚的时候 我妈给了我一套的 蓝宝石首饰 一套精气 和一对和田玉手镯 做陪价 结婚之后 一直放在我们衣柜的最上面 这事儿 除了我和张雨外 家里没人知道 我火速搬来椅子 把首饰盒拿下来检查 果然 就少了一条蓝宝石项链 和一个金镯子 我爸妈辛苦多年 攒下了一点家底 贴给我这个独生女儿 做陪价 结果被这个女人 拿去冲面子 我直接被气笑了 喜欢首饰是吧 我让你带个够 抱满张雨回到家 我似笑非笑地 看得她阴阳怪气 张雨 咱们屋里是不是见了老鼠 怎么东西都长腿跑啊 张雨立马把公文包一放 抱着我的手臂 开始卖惨 媳妇 你也知道我妈这人 年纪越大越像小孩 我这不是全意之计 先哄住她再说吗 说着她又举起手来 要发誓 你放心媳妇 一个礼拜 肯定完毕归照 我一反常态 没再追究 张雨被我的态度 吓得一愣 她在三宝证求劳 我依旧不为所动 表示自己不在意 张雨这才放下心来 娶到这样的媳妇 可真是我的福气 她高兴地一把抱住了我 呵 张雨 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 我第二天就去联系了 我在珠宝店做销售的发小 让她把我那一盒子首饰 全都换成了假的高仿 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差别 至于那盒子真的 我去银行开了储存柜 暂时放在了那里 不出我所料 我等了一个多礼拜 也没等到我的项链和镯子 朴霍依旧每天带着我的东西 出去招要过市 顶你机会你不中用 那只好我亲自出马了 周六早上 我装作不经意地露出金香玉的手链 果不其然 瀑布的眼神一下子冒起了亮光 大大是我上次激烈地反应震慑了她 这次她学乖了不少 她先是娇滴滴地夸了两句这条链子 接着意犹所指道 我感觉这些玉呀 翡翠呀 还是要有点年纪带才好看呢 年轻人带着就显老气了 我立马接话 妈 还真是呢 我说怎么感觉这链子 怎么都不好搭呢 她听完我的话 眼睛一亮 迫不及待地摸了摸我的手链 我一副大方的样子 把链子拿下来 递到她手里 不如我们换个袋袋吧 妈 我可是眼馋了 你这金镯子好几天啊 瀑布一听 眼睛动得老大 一手抓着金链子 一手捂住了金镯子 她紧张地开口 这可是小雨送我的 你怎么眼皮子这么浅 什么都想要 我实在没想到 她脸皮这么厚 嘴角抽了抽 轻挠淡写地看了张雨一眼 她脸色善善地 半天憋出来一句 妈你喜欢就先待两天 过一阵儿再还底小云 婆婆不情不愿地 应了一声好 就这样 我拿出一件首饰 婆婆就要走一件 她借口多得五花八门 换招法把自己夸得天花乱准 而我在她嘴里 成了皮肤黑 个子小 没气质 直到我的首饰盒子 快要见底时 张雨先坐不住了 她假模假样地拉住我 媳妇儿 你那些首饰快藏藏好吧 我妈这人得多少 她都不嫌我贬作 无所谓的样子嘛 不是说我一阵儿会还吗 我都没急呢 你急什么 张雨一看我不紧不慢的样子 急了 开始细数 瀑布这些年买首饰 护肤品 衣服 做保养 家里的钱 几乎全是她一个人花的 甚至连她小叔小上兴趣班 都差点没钱 咱们这小家可不能再被她拖拖没了 她心有余悸道 看得她这副嘴脸 我只想给她一个大嘴巴子 张雨家条件一般 没结婚钱我就知道 婆婆家里条件好 算是下架底公共 结婚之后 任何工作干了不出两个月 就头疼腰疼 要回家休养 因为家里早年受过 婆婆家不少恩惠 公共本就软弱的性格 在婆婆面前 更加低了三分 于是 一家三口的开销 全都压在公共一位人身上 这么多年 家里也没攒价什么钱 守着外环边上的 一间小房子过日子 婚房的首付 一半是我和张雨存的 另外一半是我爸妈贴的 架底张雨 是看中他人还算踏实 彩礼婚房这些 大事上拎得清 家里人也不怎么 感受我们俩的生活 两个月前 公婆因为老房子 在装修 所以来借助一段时间 刚胎始的时候 还算和谐 公公不必说 是个好相处的 婆婆也几乎 不插手我们的生活 可没两个礼拜 我就发现 婆婆总是摆买 我的护肤品和衣服 时不时还顺走 两根口红一问她 她就摆出 小公主的架势 你们不应该都宠我吗 这争点东西 都不高兴对我呀 家里三的人 被她轮流使唤 天天要喝 包了几个钟头的汤 衣服一定要手洗 不满足她的要求 就开始做 公公在家还好 她一走这些事情 就落在我和张雨身上 本来想着 等老房子装修好了 她能当回自己家具清静了 没想到婆婆变本加厉 直接上手抢我的戒指 我才恍然大悟 一味地忍让 是最没用的 我听得张雨话里 话外她妈妈自私到不行 放在两个月前 我会认可 但现在我只觉得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这个男人精明算计到 让人恶心 打着为我出气的名头 窜多我去要首饰 实际上是两头讨好 不愿意沾上一点麻烦 我以不好向 瀑布开口的理由 搪塞了过去 我花了几百块 弄来的高房 可不只是为了 迷糊婆婆而已 可是还没等到我出手 瀑布自己先出了事 公公这些年赚的钱 公募起她 实际买高货珠宝 她那一箱的首饰 最贵的不过千百块钱 她最近从我这 新得一大批高档珠宝 一下子长脸了 一天到晚 带出去给她的好姐妹们炫耀 瀑布的活动范围 基本都集中在小区附近 出门无非就是打打麻将 或者做美容 出门无论早晚 都必须要公公亲自接送 迟到那天 老房子因为装大门 必须要主人家亲自回去一趟 瀑布闲装修弄得乱糟糟 脏兮兮的 不愿意回去 公公前脚回家 瀑布后脚 戴上全套蓝宝石 手腕挂了一只 和田玉花之招展的就出门 儿子 你要记得来接我 我可不好一个人回来 瀑布出门前 三副章语 章语那天加班 就把这回事忘得彻彻底底 我正纳闷 怎么全家人没一个回来时 电话响了 赶到派出所的时候 瀑布一脸惨白 哭哭啼啼地坐着笔录 出门前精致的样子 荡然无存 他头发乱糟糟的 身上的珠宝首饰 全都不翼而飞 只留下抢夺时留下的伤痕 我看得他狼狈的样子 差点笑出声来 这就是现实报吧 我好好的走回家 他们突然就出来 要我把东西全给他给他们 他一边哭 一边指使人给他端茶到水 做完笔录回到家 瀑布依旧惊魂不定 他先指着章语 骂他对自己妈妈都不上心 然后又转移火力 说我不知道关心他 最后 瀑布要求我和章语晚上 守着他不许睡 理由是他害怕 我刚张嘴 就被章语给拉住了 他眼神示意我忍一晚上 我一把就给他推开了嘛 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不睡觉不行 不如你自己看会儿 手挤挤满别睡了 他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 你怎么说话呢 让你守一晚都不愿意 我是你的丫鬟啊 我守你一晚上不睡觉 我直接转头就回房 没想到 半夜他直接敲开我的房门 瀑布一副理所当然的开口 我一个人不敢上厕所 你陪我去 话时这么说 脸上一点也比较害怕 啊 我大叫一声 把手边的枕头 被子全扔了出去 他被我吓了一跳 就许你犯病 不许我发疯是吧 我闭着眼睛一通万觉 然后蒙在被子里 直接睡觉 第二天一早 我一起床就看那婆婆 坐在沙发上 阴侧侧地看着我 她眼下清黑看着 就是没睡好的样子 我心情大好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跟她打招呼 她开口就是一股火药味 半点不加掩饰 有余韵 你行哪 昨天晚上 你出谁叫呢 妈 昨天晚上怎么了 我挠了挠头 一副哈厚的样子 不会是我起床气又犯了吧 你找我有啥事啊 她没说话 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她不来直接闹我 而是在门外 动不动弄出一点小动静 不是手机砸了 就是小视频声音开的巨像 从床上爬起来 质问她 就是不小心 要么就是她害怕不敢睡 一整晚下来 睡不到两个小时 就要被她吵醒一次 我被她整得神经衰弱 每天去单位 多有人问我 最近怎么这么累 生日没睡好 那天我文件落在家里回去拿 一进门 家里按得不行 窗帘全都拉上了 一看我婆婆 正开着香薰加湿器 戴着眼罩睡得正香呢 我着急拿了文件回单位 就没把它弄醒 省得浪费口水 拿文件正准备出房间 外对着船来开门的是迷 妈 我回来了 醒客张宇不是去出差了吗 她怎么回来了 妈 可以了吧 这都一个多礼拜了 你看姐气了吧 我都好久没回家了 婆婆这回也醒了 你心疼她不知道心疼我 有她这样做人儿媳的吗 你和你爸都不许插手 我非得制止她不可 我长这么大 还没受过这么大委屈 像是还不解气一样 等着 今天晚上你先回来 我找王姐要了两个 蛛胶酸洗的手镯 到时候把她那个 和田玉给换了 就为了那点破东西 给我脸色 现在不立威以后 家里还有我说话的地儿吗 你别像你爸似的 一棍子打不出一个闷想来 张宇文言也没阻拦 还有爸那边 老房子怎么样了 找到夏家梅 这不急 反正咱们 在这儿住得好好的 慢慢谈得好价格 我听得他们娘俩的对话 不禁生出冷汗 张宇没坐多久就走了 顺带送婆婆 去小姐妹家打台 我听得他们关门的声音 一下子瘫软下来 这家三口 打得居然是这样的主意 买房的时候一分不出 钱包捂得死死的 在这儿等着我呢 没有想到 自己看得又看 选了又选的婆家 居然会在背地里 这么算计我 也深深庆幸 还好没有小孩 财产牵扯也不多 定了定神 我把文件送到丹妹后 去直奔派出所 你好 我是前两天 被抢很多珠宝的 那个陈贵芳 她的媳妇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民警显然对我还有印象 她发的发信息 诶 正打算联系你们呢 这人找着了 赃物也追回来了 你们这还有什么诉求吗 我心里一喜 得来全部费功夫 我出师的证件 打赃物全都领回家了 走之前 民警与众心尝当 下次和你家里人说说 虽说现代治安不错 但架不住天天换招法的带呀 那贼肯定得惦记 我乖乖点头 好 我回去一定转告我婆婆 检查了一下这些东西 全都没问题 我把那条针的项链 存借领银行 带着剩下的毁了 不知道去哪里出差了 一个礼拜的脏男人 连带着他的奇葩爹妈 总算是又一起 坐到了一张桌子上 我率先抬口 人抓到了 东西也要回来了 今天下午 警察打电话 喊我都去领回来 婆婆一听 就要伸手去拿 我按住那一袋子 但是有条蓝宝石项链 找不回来了 转头看向她 妈 东西是在你这里丢的 这蓝宝石 是我妈 给我的陪价 您说说 咱们该怎么解决吧 陈贵芳这会儿 也不去拿东西了 反而一甩手 谁稀罕 那个小偷抢的 你别来找我 跟我可没关系 她生怕我赖上她 要她赔 我早要到她会是 这副嘴脸 我今天去的时候 警察都跟我说了 那个贼 是看你每天 出宝不重样的 一直盯我 你十来天才下手的 我面上退了一步 这样吧 这条项链 就当是咱们一家人 长得记性 我也不追究了 但我那些嫁妆 妈你这必须还给我 陈贵芳立马急了 她跳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啊 说到底就想要 你那些东西是不是啊 怎么这么小气呢 我没理她 直接太像章鱼 大有你今天不表态 就没完的意思 章鱼不得不起身 她把陈贵芳 拉进房里 公共依旧是那副 软弱的样子 她还是那句话 你妈没有坏心 她被我宠坏了 你别往心里去 我也没有坏心 这次我再也不觉得 这些男人可怜 但不起一点事情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没一会儿 章鱼就拖着她妈出来了 手里抱着一个大盒子 都是她妈这半个月 从我这儿抢走的战利品 仆仆不情不愿地 放在桌上 给 都在这里 可别再说我惦记 你这些三瓜两枣了 我粗略看了一眼 主要是确认 那个金镯子 没被掉包 至于那两条 一看就劣质到 不行的和田玉手镯 我只当没发现 婆婆消停了两天 没再整宿整宿 梦出动静 毕竟也快六十岁的人了 天天日夜颠倒 也吃不消 但是很快 她又找到了新门路 我领得刚退休的大姨 和二婶进家门的时候 婆婆正带着她的弟妹 参观我的衣柜和梳妆台 还有熊孩子 在我的床上蹦来蹦去 边说边拿起我的化妆品 往脸上抹 衣服全被翻了的遍 婆婆笑咪咪地说 小云回来了 你叔母带着她大孙子 来咱们家做客了 快去帮忙多弄两个菜 我扯了扯嘴角 露出了身后的大姨和二婶 好巧啊妈 我大姨和二婶也来了呢 婆婆的笑 还没来得及放下 脸色很湿扭曲 就这样 晚上吃饭的时候 一下子填了四伏碗筷 饭桌上 一桌子菜被那个熊孩子翻得不成样子 任谁看了都倒胃口 就连婆婆的脸色也不怎么好看 你这小孩子是没有上墨学吗 还是家里没有人叫过你该怎么吃饭 大姨退休前是小学的教导主任 衣服永远版正 讲起道理来 丝毫不给人还的余地 最看不得没有规矩的人 我就没见过 不怕大姨的小孩和家长 婆婆她弟妹 一见自己的宝贝孙子 被人说了 立马跳脚 你和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 她吃点自己爱吃的怎么了 大姨根本没理她 接着对熊孩子说 没有家教的小孩 最后都会成为全世界都讨厌的 你的老师和朋友应该 不知道你在别人家是这样子吧 那孩子被带下的手里的鸡腿 掉在了桌上 但是大姨没有打算放过她 叫什么名字 在哪个时像哪个般的 我想和你老师聊一聊 语气平和 但带着不容拒绝的威压 哇 熊孩子被吓哭了 使劲往自己奶奶怀里缩 她奶奶一看 立马急了 指着我大姨就准备开喷 我正想开口 就听见大姨说 您作为奶奶 我理解你疼爱孩子的心情 但是缺乏专业的教育方法 和正确的价值导向 我认为就孩子的教育问题 我还是和他的父母亲自探讨更好 熊孩子一听要找老师 朋友不算 还要找父母 一下子就破房了 他也不找他奶奶了 直接就冲着门口奔去 哭着叫他要回家 他买的赶忙拿起东西 就追着他跑了 我看那一桌子狼藉 充满歉意地看了看大姨和二婶 二婶赏朗一笑 她转头跑去厨房 端了三中燕窝出来 等来想得当发火甜点的 今晚就全当减肥了 接着看看我婆婆 不好意思啊老姐姐 我这就准备了三份 下次 下次一定拿 婆婆脸子气得铁青 又不好直接冲我二婶发火 表情非常精彩 就这样我和大姨二婶三个人 坐在沙发上吃着燕窝 章鱼他们一家三口 面对着一桌子狼藉大眼瞪小眼 晚上回房 章鱼抱着我低声下气 老婆别生气了 以前那些事就算过去也成步 好啊老公 我本来有没计较吗 大姨和二婶只是来玩两天 狗男人这就坐不住了 这才刚当开始呢 二婶和大姨两个人 是完全不同的性格 一个板正严肃 一个热情直爽 他们俩一进一动 打着配合 二婶每天天亮不久 就拉着婆婆去晨练 大姨讲究修身养心 娟的婆婆在家看书 做家务 断了婆婆的麻将木子 婆婆每天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晚上睡觉打呼的声音震天响 再也没精密折腾 一个礼拜不到已经灭如菜色 看见大姨和二婶就躲 张宇几乎隔天就要被两位长辈 冰着耳朵教育 也是苦不堪言 张宇明是暗示了我好几次 这两尊大佛什么时候走 我含糊其词地推脱着 婆婆现在躲着我走 于是把情绪全都发泄在她身上 她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张宇毫不客气地冲我嚷嚷着 三天之内必须把我大姨和二送走 我心想着可算是等不及了 但还差点火候 我还是打着太急 我不好开口的呀 她一下子被点着了 指着我大声说道 你就非得跟我妈计较这些是吗 就这么看不惯我妈 不愿意翻篇吗 咱们做小辈的忍一忍怎么了 她面红耳赤 情绪上头 一时间什么话都往外说 我天天工作累得不行 还要操心家里这些事情 为了那么点小东西 就闹得家里鸡犬不宁 游云云 我最后再说一次 你家那些亲戚 哪里来的 回哪里去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结婚不过半年 她就露出了真面目 如果我说不呢 她越是暴躁 我越是冷静 张瑜 你们心自问 真的是我计较的原因吗 我也不再兜圈子 你爸妈的房子 什么时候装修好 得我具体时间 她没有料到 我会直接提起老房子的事情 态度一下子软了下来 又开始解释 自己刚刚说话太冲了 又保证会催催那边的装修进度 我看着她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态度 大带有数了 那老房子应该还没卖出去 她还不敢闹我知道 第二天 我把大姨和二婶送回家了 走之前 二婶拉着我的手 受了委屈就回家来 咱们家的姑娘不能任人欺负 大姨没说话 只是对我转了五千块钱 我鼻子一酸 使劲把眼泪憋了回去 放心吧 我能照顾好自己 送走了他们俩 我定下神来 准备收网 先是老房子那边 我请朋友假意联系公婆 透露想要买房的意思 并表示钱可以有谈的空间 张宇被我一追问后 正急着出手这套房子 于是便急吼吼地约在这个周六下午 看房接着 我向张宇提出 想去看她老房子装修的怎么样啊 她自然是百般推辞 我也没强求 我的目的也不是真的要看到那个破房子 张宇有多少钱 我是一清二楚的 婚房五分之一的首付 就已经掏空了她这些年来的积蓄 这个房子不单单首付我 占了大头 连带着每个月的房贷 都是从我爸妈的账上划走 所以我给她送上了孤注一掷的底气 周六接完电话之后 张宇就满面春风 心情大好 大带是老房子那边谈成啊 我适时地又提起了话题 你们家那个老房子到底装修怎么样了 我都退了一步了 你怎么还是这副样子 张宇收敛了笑意 说话也开始带刺 老婆 我知道你对我爸妈有意见 但是作为晚辈 让爸妈住两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要这么小气啊 住两天 我小气 听着这些话啊 我都快忍不住地发笑 结婚前你也没说过要和你爸妈住一起啊 做不到还答应 你有没有点男人的担当 我故意挑着张宇的痛处下手 他最受不了的 就是有人把懦弱 没担当这些字眼套在他身上 或许是那笔钱给了他自信 让他有恃无恐起来 你闭嘴 是不是我太顶你脸了 我告诉你刘云云 你再这么说话 小心我不客气 我也不甘示弱 缩头乌龟一个 冲得我吼算什么 怕我用舌尖顶了顶腮帮子 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打耳光 那人还是我自己挑的 章鱼也愣住了 不过转身就神刺自若 不好意思 也好好反思一下吧 我们冷静下来再谈 冷静个屁 我眼睛都没眨 给了章鱼两个大耳瓜子 留下一句懂我的离婚鞋一把 转身就走 走出单元楼的时候 太阳特别好 我顶得脸上的巴掌 打辆车 去了爸妈家附近的酒店 我和章鱼家这些事情 因为爸妈身体不好 所以都没有告诉他们 就连上次二婶和小姨来 我也让他们都瞒着 一直逃避着这个问题 真到了这一步 才开始想要怎么坦白 想想我快三十岁的人了 看没人也看不准 结婚的时候 伸手问爸妈要不少 现在要离婚了 还得靠爸妈支援 浑浑饿饿地下了车往下走 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口 我愣了愣 还是没敲门 正准备去酒店呢 门从里面打开了云啊 怎么到家不敲门呢 是我爸 那个瞬间 眼泪就止不住了 爸妈看得我脸上 巴掌就急了 我拉着他们坐下 慢慢把这四个月的 发生的事情 全告诉了他们 说着说着 我也冷静下来了 爸妈倒是越听越气 几次想冲到章鱼家去 我担定下来 给他们分析 现在的形势 没有孩子 婚内财产也很简单 除了房子也没啥了 房子怎么算 也露不到头上 而且 我怀疑章鱼最近卖了 他爸妈名下的老房子 但是我不知道 他把钱弄哪儿去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到这笔钱 能要回多少算多少 爸妈沉思了一会儿 你的意思是 章鱼背着你 卖了他父母的房子 然后这笔钱 没有告诉你 也没有用在 你们小家庭里面 是吗 对 而且他现在手上有多少钱 我也不清楚 结婚之后 他工资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家里的一切开销 都是我的 就连他父母过来之后的开销 也是我出 妈妈在一旁气得不行 这家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你当时怎么看上他的 我低着头 小声道 他追我那会儿 不是这样的 呸 男人婚前婚后两的呀 你表姐不就是例子吗 他让你多长得心眼 把钱抓在自己手里 你大耳旁风了呀 得 又来了 我每次回家 都要被我妈耳提念命 让我不能学高姐夫妙 把钱都交给老公管 现在好了 我压根就没见过我老公的钱 爸爸发话了 于云 你放心 该是你的 我们一分都不会让 这几天 你就先住家里 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 当晚 我就住在了家里 爸妈的意思是 张雨一家既然能做出这种事情 难保不会在我提出离婚后 狗急跳墙 还是住在家里安全一些 第二天一大早 我还在床上赖着 就听见大门被人拍得震天响 妈妈匆匆把我叫起来 于你快起来 好像是张雨一家找过来了 我立马从床上弹起来 他拉着拖鞋 就往楼下跑 大门大开着 陈贵芳正坐在我家沙发上 嚎啕大哭 一见我下来了 立马扑上来 就要打我 你的天杀的 参都我儿子卖房子 现在拿的钱跑了 我儿子的钱你都敢骗 你个不要脸的女人 我被他这不要脸的阳润震惊了 一时间竟然没躲开 被他薅住了头发 哎哈 你放手 我头皮吃痛 忍不住弯下腰去护住头 还是我爸眼几手快 把陈贵芳从我身上拉开 仰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谁是你儿子的钱 那是夫妻共同财产 再胡说八道 我还打你 陈贵芳被这巴掌打猛了 坐在沙发上开始撒泼 打人了 你凭什么打呢 大家快来看啊 没天理了 妈妈把我护在身后 掏出手机开始报警 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私闯民宅是犯法的 陈贵芳明显抖了一下 但是嘴上还是不饶人 你以为我想来啊 你把我儿子的钱还回来 那是我们老张家的钱 你个不要脸的女人 骗婚骗钱 我忍不住了 从我妈身后站出来 你儿子厚厚的工作 我一分没见着 现在住的房子是我的 就连你们现在住的那套 也是我的陪价 你儿子卖了他名下的房子 那笔钱我一分没见着 你现在来找我要钱 陈贵芳明显愣住了 他可能没想到 一向软弱的 我会突然反击 我接着说道 至于你说的骗婚 不好意思 我也是受害者 倒是你们一家 是不是一开始就算计好了 空手套白狼 这时 门口响起了一个男生 刘云月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张雨来了 她黑着一张脸走进来 先是看了一眼她妈妈 然后转向我 有什么事情 我们不能好好说吗 非得闹成这样子 我看着她这副嘴脸 就觉得恶心 好说 昨天我提离婚的时候 你怎么不跟我好好说 现在知道好好说了 张雨 你和你家里人联合起来 算计我的时候 怎么没想着 跟我好好说呢 她可能没想到 我会这么直接 一时间竟然 哑口无言 这时 警察到了 了解完情况之后 打陈贵芳 劝离路我家 至于张雨 她厚着脸皮 要留下来和我谈谈 我爸妈担心我吃亏 就让我们俩去书房谈 他们在外面听着 张雨先抬了口 于愿 我们能不能不离婚 不能 我很坚决 她明显慌了神 我知道这次是我不对 但是我也是为了 我们俩的将来考虑呀 你相信我 我已经找到了 一条发财的路子 只要这次投资成功 我们俩下半辈子 都不用愁了 我冷笑了一声 张雨 你到现在都还不肯 跟我说实话吗 你卖的房子钱呢 信哪了 别跟我说什么投资 我不会信的 她明显愣住了 可能没想到 我已经知道了 她卖房子的事情 我接着说 张雨 结婚之前 你是怎么跟我保证的 你说你会对我好 会和我一起 承担家庭的责任 但是现在呢 你的工资我一分没见着 你的房子卖了钱 也不知道去哪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她急红了脸 雨衣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乱花钱 我只是 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 什么惊喜 需要花这么多钱 我步步紧逼 她终于承受不住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他妈的 也不想这样啊 但是我没办法呀 雨衣我对不起你 那笔钱我拿去 给我弟还赌债了 我震惊地看着她 你的赌债 你怎么会 我爸妈从小就偏爱我弟 她欠了高利贷还不上 那些人要砍她的手指 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帮她呀 张雨声嘶力竭地 冲我喊着 我突然就冷静了下来 所以 你就拿我们夫妻的 共同财产 去帮她还债 张雨明显理亏 雨衣我真的没办法了 我只能先斩后奏 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我已经在努力挣钱了 我会还点你的 我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张雨 我们离婚吧 她很惶恐 我不要离婚 我不能离婚 雨衣我求你了你 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看得她 这副穷童陌路的样子 心里只觉得悲凉 张雨 我给过你机会的 但是你呢 一次又一次地欺骗我 你呢 我怎么相信你 我 你走吧 离婚协议 我会寄给你的 我下了逐客令 张雨失魂 路迫地离开了 我坐在书房里 心里有五味杂陈 这段婚姻 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我以为自己 找到了一个 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但是没想到 她只是一个 自私自利的骗子 但是幸好 我还没有孩子 我还可以从头开始 这段婚姻 给我带来的伤痛 我会用时间来疗愈 但是张雨一家 给我带来的伤害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可以托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